最近旅日達人林士碧的老婆 在Facebook專頁《日本購物血拼中毒者》發問 說剛剛去完沖繩旅行 在沖繩OLED的專門店 剛剛就看到想入售很久的精華水 所以就馬上買了三支 但偏偏這一包的戰利品 就放在隨身行李裏 等到出境安檢 由隨身行李裏拿出來時 已經來不及了 排隊安檢等了40-50分鐘 拖運櫃桌一早就關掉了 最後他唯有跟精華水說再見了 不少網友看完這個帖都說 如果類似的情況 還分享了類似的經驗 有網民就曾經試過 一家三口在海關面前吃了14個啫喱 不過最後都是吃不完 要送給海關了